作曲 李宗盛 寗宴雅氏格 四爷 这边请 这里是大厅 四爷 请 淳姐 怎么样 好漂亮 四爷 您的书房在那边 我领您去看看 请 这里是书房 插墙人意 不比宫中 不比宫中 四爷 我到外头逛逛好不好 你去看 四爷 我们也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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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啊 好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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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他玩好不好 曹先生来了 你们三个 你们三个过来 什么事啊 曹先生 曹先生 什么事啊 曹先生 什么事啊 曹先生 什么事啊 离经这些日子啊 你们哪 越来越没大没小的了 现在皇上在喝茶 你们过去问个安 让他知道 在我们心目中 他还是皇上 不是四爷 对啊 对啊 走啊 等我一下嘛 你快点啊 小心点 你这两个小子 皇上就下 皇上如意 皇上该 皇上该起来了 皇上该盥洗了 皇上该练功了 皇上该你们的 我早讲过了 出了金就免了嘛 哎 禀皇上 又禀 禀吧 皇上即下 皇上如意 皇上 保住已经勘查过 整个的民园 这一次啊 保证绝对安全 嗯 我们已经不安全 太多次了 抱 哎 你们就不能让我 亲近一会儿吗 答应春喜 请万岁爷圣恩 公文万岁爷 龙体安逝 龙心舒畅 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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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气得很好 好 哼 在船上地方小 大家窝着了 既然住下了 大家就随便逛逛 活动活动筋骨 见识见识世面 然后去洪九州 然后去洪九州 兰静落 亭上暗红礁 闲梦江南绝熟日 夜船吹笛雨消消 人雨一边瞧 苏州庙庙庙在瞧 一座一座千姿百态 风情万种 你可知道桥有多少 宋朝 苏州叫平江府 在平江府的石刻图上 共有三百五十九座 在宋朝末年 已经快四百座了 哦 这就是风桥吧 是啊 因唐人张继的一首诗 出了名 月落无体霜满天 江风雨火对愁眠 张继做的什么官啊 天保年间互不圆外郎 他不写诗 官也许做了大一点 也不用愁眠了 做官就做官嘛 做的什么诗嘛 还愁呢 这里秋天的螃蟹最好 金毛子辈满壳黄啊 太湖 阳城湖都在这边 可以说是湖荡罗列 水稻纵横 怪不得有钱的人都喜欢来苏州盖个庭院 我们住的庭院就很好 好得多了 古苏苏台管蛙公 长州花院五代南园 宋朝的苍浪亭 往诗园 元朝的狮子林 明朝的卓正园不胜美举啊 卓正园 这个名字很好 好在哪里呢四爷 明朝卓正 所以才亡给我大清啊 这个卓字嘛 卓者 我懂 我是说啊 官员贪毒 民间重力 才会盖了这些庭院名下 盖了这些东西 朝廷也就快晚了 宋如是 元如是 明如是 皇上拙见了 四爷 快点啊 前面就是文明天下的红袖招了 红袖招 四爷 江南第一孝金窝 过去看看 小鱼儿 干什么 这个地方 是你配来的吗 纽方姐 请不要误会 我今天是给几位大爷带路的 呀 两位大爷啊 欢迎你们光临红袖招 几位大爷面生 是不是初到苏州了 我等久闻红袖招大名 这次来路过苏州 特地来观赏一番 呀 不敢当 大爷啊 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尽兴而归的 你们不能进去 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去 走 就是不能进去 哎 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啊 对啊 跟我们一起来的 方姐 大爷 对不起您等等 二位大爷 二位大爷 不要误会 这里不是他们女的大爷花钱的地方 他们呢 没资格 为什么 因为啊 这里是你们男人的乐土啊 真的吗 你 没出息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只是请你们回去 你 淳喜姐 算了啦 我们还是回去吧 怕什么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就把你们红袖招全部包下来 再多的钱都付 嗯 河东湿吼啊 只怕这醋娘子捣乱了长居园呢 哦 再多的钱也不能进 不能进 哼 我就把你们红袖招给封了 你敢 谁吃的豹子蛋 敢把红袖招给封了 怎么 想打人呢 这位大爷 红袖招的规矩是我们老太爷定的 大爷您见谅 要么就一起进去 否则 就把红袖招给封了 大爷 大爷 请你在这稍等一会儿 容地界知会咱们古爷 大爷 您招待 小花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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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就怪你 不怪你 你怎么不然找人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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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板娘娘 人来不得 怎么来找人 她是说找你们老板娘 古香盈 谁找我啊 小姐 古爷 不知道啊 你不喜欢你 坏个人 你就是古香盈啊 果然名不虚传 我跟几个弟兄啊 都是从台湾来的 你们远到前来 我一定会好好的招呼你们的 哈哈哈哈 老板娘娘 等来要把他们好好照顾了 我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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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爷 这么大的口气 好 你先下去招呼他们进来 等一下我亲自去招呼他们 是 大爷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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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银儿 快来啊 不要理他 哇 你的手好美哦 让我为你按摩一下嘛 不用了 谢谢你啦 各位贵客啊 你们想要用点什么啊 哦 我们要用的东西啊 都已经装上船了 准备回台湾了 对对对 我们要回台湾了啦 我们是来吃午饭的啦 哦 想吃什么 他在说什么 他问哦 我们要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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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什么 这样地道 米,肉 甜 米,米台,把肉 qualities 黏高 碱烏米粉炒和茄小� Elliott 還提會過喔 通來通來 你們幾位究竟是哪人呢 他在說什麼 他問我們是哪裡人 問我們哪裡人 對啊 你先說吧 五萬塊 我好買 他主流啦 主流啦 我們這個是六義問的人 這是我們老大 他是住在後國 我是他們的老大 佩服吧 我一點都聽不懂 你們在講什麼話啊 他在說 他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 聽不懂 聽不懂 中國人怎麼聽不懂 中國人說什麼 你現在是怎麼樣 看人家不去是嗎 對 你現在是我們當作三位 什麼意思啦 不要生氣 先坐下來 沒什麼意思啦 發明煮啦 快點坐下來沒什麼事 他在說什麼 坐下來坐下來 就不可以這樣 我說 你馬上去找幾個漂亮的小妞 來陪我們兄弟喝酒聊聊天 他們準沒事的 快去快去 可是記得 一定要漂亮的喔 那就馬上去辦囉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你走啦 怎麼會拍的 我跟你們說 不可以在這裡燒拍啦 什麼不可以 這裡是有冬婦在後國的 什麼冬婦 說到這裡聽得懂 跟你們說 沒有啦 你實在說 來來喝酒啦 好了好了 你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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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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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幹什麼 我們來了好久了 你們東西吃 你照顧我們一下 你們看你們看 人嗎 會有人來的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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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 小六怎麼樣 這什麼爛店嘛 沒有人招呼 茶都沒有 別氣了 規客要茶嗎 當然要啊 我們口渴了吧 茶 有的 鹿羽茶巾 前三卷 絮三卷 你們要哪一種呢 在這考不了 怎麼個喝法 一心陽線茶 五一劍寧茶 小盆水牙茶 嫩的雨前茶 老的北院茶 至於野茶香片毛尖雀蛇 烏龍鐵觀音 咱們這兒是不賣的 真難 解渴就好了 對 用什麼水呢 水 水 對呀 潭水河水景水泉水 還有雨水呢 水還這麼多名湯啊 哎呦 話不是這麼說呀 潭水性苦 河水性賢 景水生靜 泉水去潭 至於雨水呢 那可就更講究了 春雨為藍 夏雨為河 秋雨為貴 冬雨為美 試水就好了 你把我們烤住了 對了 來點菜吧 對 對 肚子餓死了 菜啊 有啊 唐朝段文昌的十經十五卷 隨便你們點呢 沒看過這本書啊 嗯 我們可是吃過御膳房的哦 哎 對啊 御膳房啊 可是西域有其名啊 廚房做菜的時候啊 那些個鼻涕汗水 都流在菜裡頭了 不比我們呢 那切蔥的 都還得學上個三年 才能上案子呢 哎 鯨魚肉蛋 隨便來一點兒 你們拿手的就好了 啊 拿手的 有 不過今兒個十五 沒有鯨魚肉蛋 只有魚腹三鮮呢 好好好 就魚腹三鮮吧 弄條魚 我可是告訴你呢 這魚腹三鮮是菱角莲子藕 這可是雅菜啊 螃蟹也該是魚腹三鮮吧 螃蟹啊 吃螃蟹啊 那可是洪秀昭的名劍啊 三十團齊不用煎 老糟金半半金盐 好醋半金金半酒 入召之事到明年 好 五糟六且 岩石漆 一碗河水甜如蜜 做來如法收藏好 吃到來年七月期 行行行 別再添麻煩了 就這個吧 好啊 給你吃 給你吃 對不起啊 我忘了昨兒就讓人給定光了 誰定的 貴客了 什麼叫貴客 雄凡全身大黨豪商啊 雄凡全身大黨豪商 我不懂 雄凡者 封將大力 大黨者 宮中各太監 全身者 視身而通權貴 豪商者 親子萬貫 左右視場啊 那我們 我們什麼都不是 我們吃盤豆腐就走人 豆腐 您是行家呀 豆腐九品十八味 十五隻野鸡腦子 煨豆腐 要用小蜡烛 可不能夠用火 不過 那得要四個時辰呢 您哪 得等 我們在哪等啊 哪裡涼快 就在哪裡等啊 哼 你們紅袖招 簡直欺人太甚了 有道是 客大七殿 殿大七客 奴大七主 主大七奴啊 這個 我們叫人給欺負了 哼 來人哪 送客 玩橫的 橫的 我們都會啊 保住 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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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們說過 不要這樣收拔 不管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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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人 走 你敢跑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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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走 幹砸我橫上招牌 玩夠了 我們換個地方玩 好 好 飯頭 沒用的東西 白水煮大肉 小月 別山珍海味了 嚐一嚐宮廷裡的名菜 白水煮大肉 很好吃的 空口吃肥肉啊 小月 嚐 在宮裡要吃這道菜 還得要不小的瓜呢 這能就這麼吃嗎 我們齐人游獵關外 雖然進了關 可是為了懷念前人的艱難 凡是在大祭祀 或者是喜慶的日子 都要吃白肉 以示不忘仙人 怎麼樣啊 好像陸搞見漢橋家炸的東西 還是好吃一點 宋明兩代好吃 兩代都亡國王的好慘啊 曹先生 來個蛋八菇 旅送新道水貨啊 蛋八菇 這什麼東西啊 哎 春喜 蛋八菇啊 就是煙 一抽就冒煙 是在明朝的時候傳進來的 真的 疑神醒腦的 我來一根 有人怕聞煙味 慎祖康熙就怕 我不怕 四爺 這個蛋八菇啊 在苦搖很值錢呢 嗯 苦搖 苦搖在哪裡 苦搖就是監獄的班房 苦搖的人啊 把蛋八菇呢 捲成老鼠尾巴 缺貨的時候啊 一根老鼠尾巴 比只雞還要貴耶 四爺 來顆冰狼吧 剛剛在街上買的 是台灣貨 冰狼 這是吃的嗎 吃的 好吃的很啊 北方少有 來來來大家吃 我也要 李時珍在本草上說 冰與狼 都是貴客的稱呼 所以是盡客的 奸者為賓 遠者為狼 煮化石去杖 我也來一顆 嗯 不錯 嗯 嗯 好吃 嗯 嗯 在洪秀昭 有股邪味 嗯 嗯 對啊 他剛到門口啊 我就聞到那個老闆娘身上 有股怪味道 哎 剛開始的時候啊 你還在說老闆娘身上 好香啊 嗯 嗯 不是 哎 這怎麼了 嗯 寶珠啊 那是你說的還來到我身上 那 啊 糟了 冰狼貴客 蹲到肚子裡去了 啊 啊 快去準備 股爺馬上得到 哦 好 啊 停轎 下轎 下轎 都爺